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請按下訂閱按鈕 跟鈴鐺 藉由中的IGFB Twitch 還有Discord 好今天要介紹我的新的角色 而就是這個 Tension意見 其實就是光屬性的硬件品 好 它名字改成這樣 有點老口 反正是光劍品 光劍品 好獅子俠剋 屬性是光 我們看一下天賦的部分 天旋劍破 那主動攻擊傷害提高10%到20% 哇這個提升增多 然後一樣主動攻擊 可以 觸發這個追擊的效果0.5倍 那自身主動攻擊後獲得5的狀態 三格範圍內其他友方主動攻擊後獲得 這個是GEN嗎 GEN的狀態 然後三格範圍內其他友方 使用非傷害絕學後獲得E 自身同時攜帶三種狀態之後 替換三種狀態獲得星鍵 那星鍵狀態回合開始的時候 場上七格範圍內的敵方會隨機出現兩個不同朝向 兩個不同朝向的破綻狀態 點擊天旋E鍵後可以看該效果好 那星鍵的BUFF呢是 物攻免傷提高10% 然後自身免疫敵方區域控制的效果 氣血大於等於80% 追擊轉換成嚴禁 變成0.6倍的傷害 那破綻呢是施加者處於破綻的 方向主動攻擊對戰中自身無法發動抵擋致命傷害 也對戰後額外受到一次固定傷害 好 然後 這些5 跟券跟1的狀態呢 看起來是 沒有 欸是有還是沒有 但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啊 下面感覺是沒有 看一下 這個是 就是 他只有說 就是有三種狀態的時候 變成星鍵狀態 嗯 好 這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傷害真的很高 有星鍵狀態之後 哇這個 有點過分 這個天賦有點過分 好 絕選哦 三眼劍絕 選擇一個絕學性的釋放 隨後切換成天旋劍法 破魔劍法 然後二四的話是 首次使用的時候呢 冷卻時間-2 每次使用中絕學與前一次不同的時候 則絕學後 十三眼劍絕冷卻時間-2 哦 太無恥了吧 哈哈 好 二四 好 那全天旋劍法是單體技的1.5倍的傷害 好 對戰前驅散 自身所有盡療類的狀態 並恢復30%最大氣血 對戰後自身獲得天旋4 就是兩個回合 絕學射程加1 主動攻擊對戰中 目標無法閃避跟反擊 太無恥了齁 那天旋劍法一四 誒 一四 誒 變成天旋4 射程加1 好 然後二四的話是 變成1.6倍的傷害 並且恢復最大50%的氣血 好 破魔的劍法是對範圍內所有盡量 0.5倍的傷害 驅散一個友誼狀態 絕學後自身獲得破魔式 持續兩個回合 那這個效果是主動攻擊前 驅散目標一個友誼狀態 戰後 如果目標不攜帶友誼狀態 那一四的話是驅散兩個 那二四的話是變成0.6倍的傷害 驅散兩個友誼狀態 好 遇見心法 對範圍內所有敵人造成一倍的傷害 施加封禁持續兩個回合 積學後自身獲得遇見四 持續兩個回合 封禁就主動積學剩成-1 就是跟那個陰無邪那招一樣 沒知道叫什麼 呃就是一個範圍技一個大劍插下地板那個 然後遇見四是移動力加1 可以橫跨的傷害移動無視阻擋 那一四的話是對攜帶破綻的傷害提升4 二四的話是遇見四的buff 多了行動結束使根據聖雨的移動力格數 獲得對應等級的訓結狀態持續一個回合 而且這個cd每次釋放用不同的招式 是可以冷卻時間減2的 好大招 大招 劍氣零消 攻擊當個敵人造成1.8倍的傷害 對戰前去散目標是個有益狀態 這針獲得絕破狀態持續兩個回合 暴擊這個buff的效果是暴擊率暴擊傷害期限10% 無需處於破綻方向即可觸發效果 若處於破綻方向主動攻擊對戰中暴擊率暴擊傷害提高10% 好奇奇奇齁 這個這招有點太帥了 萬劍絕是不是 好一四的話是變成1.9倍的傷害 那二四的話是對戰前反轉目標四個有益狀態變成隨機有害狀態 每反轉1個有益狀態暴擊率提高5%最高是20% 自身或者絕破後面都一樣 真是無恥 好被動劑 這被動劑嗎 欸不是欸 驅善 一搏雲天 驅善自身1個有害狀態並恢復自邪 恢復量為施數者物攻的1倍 自身或者待前中2個 嗯真是無恥啊 欸這太無恥了啦 絕學見破八方對範圍內的敵人造成0.2倍的傷害 隨後對範圍內隨機當個敵人造成0.2倍的傷害 欸 噢單個敵人就是範圍敵人0.2然後再隨機找一個敵人造成0.2倍的傷害 次數最多為2加西大破障敵方角色數2x2 每個敵人最後可以被攻擊4次哦 好 那疑似的話是每次攻擊自身爆擊提升5% 最高可以提升到50% 那疑似的話多一個被動劑 主動攻擊後清除自身和被爆擊目標 周圍一圈方圍內的敵方機關和地形 好那主動這邊多了變驅散敵方一個友誼狀態 絕學後對不攜帶友誼狀態敵方造成一次破綻的觸發傷害 噢講的超多了 哇這個要 要熟悉用真的是很累 好被動哦 預反主動攻擊後可選的自身三格範圍內一個有方 深奏一個指定空格 無視阻擋放運到空格上 好就直接跳過去啦 好就是攻擊完之後呢可以直接到三格 方圍內一個有方指定空格 這還不錯 好再來是絕學神秘絕學是對戰中傷害物理免傷提高5到4% 主動攻擊後恢復氣血百分比最低的一名有方氣血 哇還可以幫隊友恢復氣血 好有陣伐哦 主動攻擊對戰中自身氣血大於80% 傷害提高10% 氣血100%則傷提高15% 哇靠 那真的太無恥了 好啦我猜這個是單卡詞啊 我猜這個不用講了吧 這這要抽啊 那太強了 那火箭屏 這是可以先擺在一邊的呢 好啦反正呢 那 技能介紹 的部分應該是沒有什麼好特替的啦 我覺得都還蠻不錯了 只是要看能不能抽得到啦 好啦那有什麼想法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師做討論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訂閱我的IG、FB、Twitch、BB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今天收看 掰掰 掰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